两个人既然只是网上认识的朋友 为什么柳云会将上百万元汇给对方呢 原来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张云龙提出要来到中国发展 但是在他来之前 需要柳云帮自己一个忙 他说我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包裹 我正好要来中国 你能不能去我保管一下 既然是朋友帮对方保管包裹 自然是义不容辞 张云龙对柳云说 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 他在来中国之前需要做一次战略转移 但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资料随身携带太危险 就想邮寄到中国委托柳云保管 我当时就想啊 我非就是一个包裹吗 他寄过来我不拆开 然后我放在那里等他来来再说嘛 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答应他了 他就寄过来 然后就寄到我公司这边来了 随后 刘云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张云龙 为了防止这些重要文件和资料遗失 按照约定 张云龙分批次将这些资料寄出 但是张云龙寄出包裹后没多久 刘云就开始频频接到电话 而这些电话正是和这些外国寄来的包裹有关 有一个自称快递员的人和银行人员就是多次来联系刘女士 说这个包裹寄到中国来需要加关税 然后需要可能需要通关费用 包括一些转账费用 bå云龙减